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君族 一边追 盈修还一边施法勾呼 前面的那个还请留步 我等有事与你商议 海妖大蹦回话 哪来的猫头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 单敢追你家爷爷 实相的速速停步 否则爷爷吃了你 语气凶狠无双 跑得确实更快了 杨潇大怒 混蛋找死 张口咆哮 化作龙吟 速度陡增一分 他好言相劝 谁曾想惹得人家恶语相向 纵然是自己等人一言不合就追逐在先不对 但这蹦腰开口一个爷爷 闭口一个爷爷就太过分了 他好歹也是龙左 如今更已显化出龙族真身 哪个妖族敢在他面前这么自称 更何况 干爹杨开就在后面 这蹦腰不是把干爹也一起骂进去了 一龙一蹦腰 在海中一追一逃 竟是很快不见了踪影 杨开沉隐了一下 没追上去 倒不是追不上 空间法则傍深 便是这几万尺的海下又怎样 他想追的话 几个瞬移就能拦住海妖去路 不追的目的是想看看杨潇的本事 岁月神殿中他虐风君如虐狗 但那时候风君早已是强弩之末 无尽沙漏被夺心神尸首根本算不得什么 此刻碰到一个海妖正好可以称谅一下杨潇的本事 不过他还是分出了一道神念 赋予杨潇身上 若臭小子真的利有不殆 做老爹的自然是要并肩子一起上 为何追他 杨开扭头望着杨雪 传音问道 杨雪毛子亮得吓人 那蹦腰身上有失罪遗物 岂有可能也是一根海骨 杨开挑眉 之前接到杨雪传讯的时候 他就觉得杨雪应该是有所发现 现在听他解释才知 是真的发现了 旁人可能察觉不出那蹦腰的异常 但杨雪身为岁月大帝的隔代弟子 修大敌妙法神通 远远地就能察觉到了这蹦腰身上的一股气息 那气息隐蔽至极 非修炼了岁月之类的人无法窥探 杨潇来的时候 也察觉到了 所以问都不问一声直接去追 穷吉又是激动又是哀声 小主人可能确定 激动的使这大海之中还真的有大地遗骸 唉哀声的是 老主人死后竟是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风君从去流岛那边得了一根骸骨 那蹦腰手上也有一根骸骨 其他的骸骨也不知散落何处 是尊之事 是尊之事 雪儿怎该马虎 杨雪肃然道 没什么可说的了 既然可以确定 那蹦腰身上有岁月大地之物 那就追吧 半日后 杨凯挑眉微笑道 停下来了 他复了一道神念在杨潇身上 所以那边的情况倒也能够略微探知一二 此时此刻 杨潇明显是停了下来 估计是追到了那个蹦腰 不过具体情况杨凯却不得知 是对峙还是正在争斗 需得过去看看才清楚 摩元一阵 将杨雪和穷奇 流岩悉数包裹 杨凯再催空灵珠之力 空间法则涌动之下 穿梭虚空 直接来到了杨潇身边 梅打起来 正在对峙 一座腹里堂皇的大殿外 尽致光木笼罩 大殿面积不大 了不起方圆百丈而已 此时此刻 大殿前方 一个无短身材的汉子 正凶神鹤煞地瞪着外间 这汉子手短推短 一个大脑袋架在身上 光溜溜地没有头发 脖子也短 看起来滑稽得很 更滑稽的是 这汉子身侧两旁 还各有一片蚌壳 乍一眼看上去 那两片蚌壳 就好像两片翅膀一样 不用说 这无短汉子 便是刚才被杨潇追着 逃的蚌腰了 这海底下 富里堂皇的大殿应该就是他的洞府 蚌腰身后 蚌腰身后还有更多的蚌腰 蚌腰们有男有女 男的跟他一样脑袋光光 身形无短 女的却是个个美貌如花 绣发飘逸 身形高挑和挪 那身侧两片翅膀微微开合 真的就跟翅膀一样 同为蚌腰 这男女看起来 仿佛竟不是一个物种 蚌腰们数量不少 所有上百之多 不过修为却是层次不齐 最强者 无疑就是方才被杨潇追逐的那个 居下的有腰帅 腰将 还有腰兵级别的 更有几个 看起来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妖 躲在了自己的蚌壳里 看头探脑地往外瞧 满是好奇 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杨潇 男蚌腰们个个怒目而视 女蚌腰们却是瞧得美眸发亮 妙目不断地在杨潇 上三路下三路地扫视着 杨潇底子好啊 小时候就显出来了 如今长大成人更不得了 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话 那就是漂亮 杨开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 偏偏还有男子的阴伟之气 最能吸引女性的目光了 堂堂龙族 龙岛大长老二长老之子 被这么多女性妖族盯着 她脸红啊 杨开等人现身的时候 杨潇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 眼神飘忽不定 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所以杨潇一现身便戴眉一皱 关切道 受伤了 杨潇唯唯怒怒 没有没有 还没打呢 杨潇不紧 那你怎么面色潮红 气血翻涌 杨潇的脸更红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杨开瞧瞧杨潇 再瞧瞧 磅腰那边哑然失笑 不怪她 实在是 这些女性磅腰们身上穿的东西 太少了点 个个都只遮挡住了要害部位 大片大片的雪白肌肤裸露在外 一双双修长眉腿 晃得人头晕眼花 杨开自负 若是自己年少气盛时 见到这样一幕 只怕也要气血翻涌 杨潇虽在神殿内 修炼五百多年 但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五百多岁 对龙祖来说 也只是个小孩子而已 从未见过的妖柔 在眼前绽放出美丽 吃不消啊 见杨开笑的古怪 杨雪瞧了瞧 棒腰那边的阵容 也很快反映了过来 恨铁不成钢地 撑了杨潇一眼 然后望着那为首的棒腰道 岁月传人 杨雪 见过前辈 敢问前辈 如何称呼 这一趟是来 讨要大帝遗物的 所以杨雪 不称灵骄公弟子 而是以岁月传人自居 讨要也分方式 几方与这棒腰无冤无仇 能不起冲突 就尽量不起冲突 更何况 眼前这棒腰一大家子 有老有小的 真要是打起来 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呢 能和平解决最好不过 杨雪开口 那棒腰上下看了她一眼 哼哼道 就是你这个小娃娃 一见面就追着半大王吗 刚才被追 放腰掉头就跑 都没看清杨雪 长什么样子 不过还是知道 是个女子在追她的 如今见了 自然就认出来了 杨雪微微一笑 亲戚之举 前辈见谅 放腰大怒 这大恨如此之大 你追我作甚 当本大王好欺负吗 说这话 振臂的 本大王头可不是怕了你 只是不想杀你 去不了 你们这些家伙 竟是得寸坚持 追到我家门口来了 当真是亲人太甚 信不信本大王 现在一口吃了你 杨雪芒道 大王摘心人后 小女子感激不尽 只是追大王 实在是有些原因 大王咄咄包含 原因 蹦腰双手还胸 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追人还有原因 什么原因 说来听听 杨雪刻刻气气道 想找大王 讨要一件东西 杨霄缓了过来 此刻也忍不住开口道 把那东西交出来 我们掉头就走 不会为难你们 话音落 蹦腰那边的氛围 忽然变了 本来还在欣赏 杨霄的女蹦腰们 毛子忽然变了 冰冷地凝视着她 那些男蹦腰们 更不要说了 各个妖气凛然 面色森冷 回首蹦腰 呵呵一笑 讨要一件东西 杨雪道 大王放心 我们也不是随意讨厌 只做交换 并会让大王满意 没说完 回首蹦腰 便怒喝一声 此事休要再提 恨你这小娃娃 长得没情目秀 本大王才网开一面 搭理你一句 却不像二等 竟是如此狼子野心 都给我速速滚开 哪来的回哪去 否则本大王便叫你们 死无葬身之地 洞府尽致打开 碰妖躲在里面 言辞凶利 却是半点威慑也无 杨雪皱了皱眉 大王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们 哪来了误会 碰妖怒喝 根本不给杨雪 说话的机会 两只短手挥动着 赶紧滚 赶紧滚 惹恼了本大王 可不是什么好事 碰妖挥手 海水翻涌扑向杨开等人 虽没什么杀伤 但也足见这碰妖 本事了得了 杨雪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对方一言不合便要赶人 这完全没法交流 脸衣沉隐 小丫头看着碰妖 得罪了 花落石上前一步 捏起一个兰花纸 轻轻地朝前方进制点去 这边杨霄无需吩咐 在杨雪有所动作的同时 同样抬起双掌 朝进制按了过去 缓慢却坚定 两人的动作都是轻飘飘的 不带丝毫烟火气息 碰妖笑了 冷笑 隔着进制 抱着膀子站在原地 嘲弄着望着扬开 小女娃不知天高地厚 本大王这动腹尽致 可是经由我族树带炼花 就凭你也行 说着说着就说不出来了 脸上的笑容也陡然僵硬 只因当杨雪杨霄的手触碰到那静置之时 一阵咔嚓嚓的响动传来 光幕上竟是列出了无数缝隙 蹦腰一族皆都大惊失色 那些探头探脑 朝外张望的小蹦腰们 更是立刻合冷了自己的蹦壳 将身子躲在里面 滴溜溜地滚到后面去了 咔嚓嚓的声响不绝于耳 回首碰腰的眼柱子都红了 抬头盯着自家洞府的进制 满脸骇人 那裂缝岂是生在进制上 简直就是生在了他的心上 他有些想不通 动手这两个娃娃的实力明显不高 凭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 来不及响了 启息之后 伴随着哗啦一声响动 动腹尽致轰然破碎 大胆 回首蹦腰大喝一声 余下蹦腰们也都纷纷催动腰圆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几道身影凭空出现 伴随着稀里里一声鸣叫 魔猿滚滚时 四位魔族半生 齐齐现身 一下子就将蹦腰们四方包围 不但如此 穷奇化作本体张口咆哮 那嘴巴大的一口能吞下十几个蹦腰 流言小手一加 背后浮现出了火凤身影 美轮美奂 火凤存在之外 海水皆空 对付这么一群蹦腰 用不到这么多人手 即便是流言或者穷奇出手 都能将它们涂灭干净 但阳开却依然将所有半生 换了出来在天助力 如此做法不是为了杀 而是为了受 与蹦腰们无冤无仇 不好动手杀人 但若是争斗起来 难免会有什么误伤 再若是打起争火来 局面就不好收场了 所幸不如直接展现出 让蹦腰们绝望的阵容 叫它们痴难而退 四位魔族半生现身之时 蹦腰们倒吸一口凉气 正欲动手的身子猛的一顿 待察觉到半生们的强大之后 更是神色一乱 等到穷奇现出真身 火凤显露身影 一群蹦腰都头皮发麻 如坠冰角 对方都是些什么人啊 除了那两个年轻人之外 剩下的没有一个好惹的 那一个个强大的人 笼罩全场 让蹦腰们口舌发干 不自禁地蹦合假警了 仿佛这样能找到 一丝丝安全感 本以为对方人数不多 蹦腰一族无需惧怕 谁知局面竟如此转变 蹦腰手领是识相的 所以只是正了一瞬间 便勾呼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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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时 扭头望着阳开 四位魔族半生 都是他召唤出来的 想不引起注意都难 一意识到 对方主事之人 应该就是他了 眼中闪过一丝不甘 和屈辱 蹦腰手领道 这一次 我蹦族忍在了 你们要的东西 蹦蹦给你们就是 不过只有一点 敢若伤我族 还而一条性命 我蹦族定于而等 不死不休 话落 众多蹦腰都大惊失色 急急悲起低呼 大王 更有蹦腰面露凶狠之色 目光在阳开等人身上 一一转过 咬牙道 大王无需怕他们 打不了一死二年 我等与他们拼了 拼了 大王下令吧 蹦蹦怒吓的 都住口 血气之勇谁都有 他若是真的一声令下 蹦族真的敢拼命 但结果呢 对方如今展现出来的力量 随随便便 就可以屠灭整个蹦族 这百来好人 真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他是蹦族的首领 自然要为整个族群考虑 牺牲自己一人 换来族群平安 这批买卖做得值得 谁要是再敢过早 足归伺候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亚居》 剧五八亚居